加勒比總督大橋三車相撞意外 衛生局3月23日中午公布最新消息 據統計意外入面有33名商者要送院治理 連同一個頭部受重傷的52歲女人 現在總共有6個人要留意 他們全部情況穩定 新福利巴士公司今日接受傳媒訪問 說攝氏的兩架巴士在2011年營運 而且分別在上個月通案連檢 至於越過火線引致意外的巴士司機 今年一月身體檢查合格 事發前一日他還休息 新福利說會翻查行車記錄深入調查事件 至於受傷的乘客都在保險保障範圍 3月23日凌晨時分 兩架新福利巴士在加勒比大橋近橋頂位置迎頭相撞 兩架巴士的車頭嚴重損毀 擋風玻璃碎裂 碎片散滿一地 巴士車廂內一片狼藉 連駕駛室都撞到變形 導致一個巴士司機被困 意外有造成大批巴士乘客受傷 部份輕傷的乘客自行下車 坐在橋邊等待救援 大批交通警察和消防員 其後抵達現場施救 事故發生後 大橋一道全面封閉 交通意外的成因就應該是其中一架巴士 它就機境串通了故障 又失控 越線就撞到對面的另一部遠而來的大巴 另外尾場的一部的士 就因為收敵不及就撞到上去 兩個巴士司機 它的駕駛巴士資格已經超過十年了 而的士司機也有八年的駕駛的士資格 還有稍後我們也進行酒精測試 三個司機的呼吸結果是沒有酒精挑戰的 酒精 喝嗎 小呀 你好 我是